大家好我是小瑩 今天要分享三招 繃捐成圓形畫框技巧 第一招懶人招 第二招一舉兩得招 第三招獨家省錢招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 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招懶人招 直接買一把捐扇就可以不用繃框了 我們就可以 將線稿放在後方 就可以開始創作 完成成品就可以直接成為作品 就可以收藏了 非常方便 這是懶人招 直接畫捐扇的 優點呢就是呢 我們可以不用自己繃框 他四邊就直接幫我們繃好了 缺點是 可能有些買到比較便宜的 扇子他這邊 他在繃的時候沒繃好 會有肉繁 肉繁或者是 有些的材質不好 在畫的時候作品成效就不好看囉 所以呢 這真的是適合速成的方式 那我們進階第二招 一舉兩的招 可以學到更多喔 第二招一舉兩的招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刺繡的竹框 和葉尾夾 還有捐布 我們來體驗DIY的樂趣 刺繡竹框呢 在一般的手工藝行都買得到 那這一招呢 是很多畫室都會在用的 所以呢 也是最廣為大家知道的 我們要學起來喔 第一步將竹框外圈的鎖 打開 這邊就會鬆開之後 拿出那一框 然後把我們的捐 放上去 先不拉緊後 將外圈的框把它鎖緊 但我覺得這一招有一種缺點就是 它這個鎖 沒辦法幫它鎖得很緊 在畫的時候 有時候會滑掉 我現在已經鎖到最緊了 但是呢 這個布還是會左右會晃動 所以我會再加強 這個燕尾夾 在它這個旁邊的地方 夾起來之後 將 它的 將耳朵取下來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它後面有 燕尾夾夾夾緊一點 然後 前面 完成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將要 零膜的話 放在後方 就可以做零膜 囉 這是第二招 一舉兩得招 為什麼叫一舉兩得呢 因為它除了可以畫畫零膜外 它還可以刺繡 那我們在下一招最厲害的 獨門省錢招 一定要學會唷 最後一招 獨家省錢招 這招最有趣 大家可以集思廣益 想想看你家有什麼東西 是圓圓的 然後可以穿透性的 才可以把我們的捐繃上去 如果不想要去畫廊 定做圓形的畫框 那這一招就是非常實用囉 有一次我覺得刺繡的竹框 它的尺寸不是我想要創作的畫的尺寸 所以呢 我就想 家裡有什麼圓圓的東西 我就看到 這個垃圾桶 這個垃圾桶 打開啊 裡面有一個圓圓的 然後它還蠻好用的 它上面有一層 平平的 可以剛好崩狂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把垃圾桶給拆了 還蠻難拆的 好把它拆下來後 我們就開始來實驗看看 它能不能崩狂 它準備的材料有 家裡的圓框 可能是 電扇的框 或是我這個垃圾桶的框都行 就是你想要創作的圓的尺寸 第二就是 有這個燕尾薑 然後還有我們的捐和白膠 我們現在就開始動手DIY吧 我現在先將白膠 用一個硬的紙把它調均勻 然後在圓框上方這個平行的地方 慢慢的塗均勻 這樣慢慢的塗一圈 用這個紙片去塗的話 手比較不會髒到 然後小心不要塗到外圍 塗好之後就拿燕尾夾 開始夾它的四周圍 將它夾緊 因為這個是塑膠框 不是木頭或是竹的 它沒有毛細孔 所以它比較不會黏得很緊 要用這個燕尾夾去夾 夾好之後 我們噴水把這個 捐給噴絲 捐它有淹展性 它會遇到水就會膨脹 噴絲會讓它比較繃緊 等它乾的時候 這個捐它就會繃得比較平 所以我現在四周幫它拉平一下 等15分鐘後乾了 我們看一下 它現在變得比較平 就可以將你的底稿放在下方 然後創作 完成後它就是你獨一無二的作品 今天分享這三招 繃圈的圓形畫框技巧 這都是我畫畫的心得分享 它不是最專業的 但是呢 就是做一個 入門都可以分享 任何人都可以開始 學畫的方式 那希望呢 對你有幫助 那記得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 你還想學些什麼 我們一起在畫畫中相見 掰掰